交易所以太坊储备持续流失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持续下滑 明明有利好 可是以太坊为什么就是不涨呢 拜登退选了 美国加密松绑的时代 可能真的要来了 摩根纳通发警告说 当前上涨仅仅就是昙花一现 比特币还会再次下跌 以太坊现货ETF明天开始交易 您觉得可能性会有多大 英国工党重新涨舵 政府手中的6万多枚比特币 到底是囤还是卖 这是个问题 用加密货币重新占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7月22号星期一 这里是BTV中文频道 毕业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 币圈24小时的重点数据整理 最近一周 比特币受到以太坊现货ETF 以及特朗普竞选双重利好刺激 开始反弹上行了 总市值明显回升的 从1.2万亿回升到了1.33亿 那一周之内涨了10.8% 比特币的市占比也在一周之内 从53.64%上升到了54.17% 所以说比特币的主导地位是越发强势了 而山寨季可能还要再等等 在今天上午8点周盘结束之后 我们的会员专属周庭当中 对下一周是反弹还是反转 我们应该在什么位置进场 给出来我们频道自己的预测 希望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总市值现在是4240亿美金 那市占率是17% 一周的涨幅是7.7% 是低于比特币的 我们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来看呢 越发接近以太坊现货ETF 这个汇率不升反降 从0.56%下降到了0.52%附近 那之前呢市场预测说 如果ETF动过之后 以太坊可能会冲击4000美金 甚至更高 但是从现在价格仅仅涨了500美金来看 说明市场并没有对以太坊的现货ETF 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热烈 好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5月下旬以太坊受到利好刺激 曾经冲击过3900美金 那么那个时候交易所的储备量 是在小幅增加的 但随后两个月以太坊开始震荡回落 最低的时候2900 所以交易所的以太坊储备量 是一个持续减小的状态 从1358万美下降到1220万美 近60天减小了138万美 此前呢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 以太坊处在历史高位区的时候 当时是受到以太坊现货利好的刺激 交易所出现了净流出以太坊的现象 按照当时的均价3800美金计算 当时囤积的以太坊到现在3500美金 是处于亏损状态的 在以太坊回落之后 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以太坊净流出的数据 但是这两个月基本维持小幅净流出现象了 好我们再来看近半个月比特币处移反弹了 链上DeFi的质押的资金也开始回流了 现在TVR的数据从680亿快速回升到了1024亿 半个月涨了164亿美金 增幅是19% 所以这样迅猛的增长趋势也说明 市场的情绪有明显的回暖迹象了 对于短期市场是非常乐观的 而排名前10的公链当中 TVR数据的涨势最猛的 还得是AVAX Base和Solana三条公链 其中AVAX七天涨了19.56% 一个月涨了44.52% Base链七天增幅是14% Solana链增幅是13.68% 短期的市场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三条公链上 所以如果您的精力集中在短期市场 那您知道该买什么力了 好请您点赞关注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离赚钱这个事最近的新闻 好自从6月27号那场灾难性的电视辩论以来 拜登的选情就是一直在亮红灯的 很多人都在劝拜登 您要不就身体原因找个体面理由就退选得了 甚至有美国媒体爆料说 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里斯 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亲自到特拉华中拜访拜登 后面又爆出议长佩罗西 也向拜登发出类似的喊话 劝他不要拖累民主党的选情 截止到21号 美国媒体统计称 至少有36名民主党议员加入了 劝拜登退出选举的队伍 这在今天 拜登宣布退出美国总统大选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美国大选 拜登表示 他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成为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继乔拜登退选声明之后 代币周波登下跌了44% 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同名的 米英币 凯莫拉·哈里斯上涨了52% 卡玛拉·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的 几率目前为26% 同时受此影响 比特币从67,700美金向下插针 至65,776美金 随后向上涨至68,500美金 就在拜登宣布退选后不久 前总统特朗普在与CNN的电话访谈中表示 卡玛拉·哈里斯比拜登更好击败 一朝天子一朝臣 如果拜登放弃美国总统的选举 那意味着以他为首的一众政治人物 可能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比如说SEC的主席该人干死了 除此之外 拜登一直期望以紧缩货币来一直通胀 但是这样似乎就不在乎美国经济的发展了 更加忽视底层人民物价飞涨 让生存条件越来越严苛啊 那相比之下呢 拜登的死坐头特朗普 就是更加像马着宽松的货币政策 毕竟特朗普本身就是商人出身 所以拜登下台 可以说是促进了降息时间表的到来 而随着拜登的下台呢 加密货币市场 我们预期会迎来一个较长的舒适期 我们希望这也是比特币登堂入市 上到更大舞台的一个契机 大家知道比特币近期开始摆脱低迷 向上反弹了 很多人热情又回来了 区块链又是革命了对吧 从川普的枪击事件之后 他的人气一路在涨 那比特币的价格也一直在涨 近7天比特币涨了11%了 一度冲破了6万7千美元的关卡 在今年的纳什拜尔比特币大会上呢 川普会去 马斯克也会去 所以大家看到美国总统和世界首富 亲自下场喊单 那您告诉我未来比特币还有什么是可以阻挡的吗 所以大家看到比特币创下6万7千美元 这是近一个月以来的最新高了 当然有人看好就得有人泼冷水 要不然这高抛低息怎么玩对吧 据the blog报道呢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中认为 加密货币的价格在任何的反弹 都只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 而非持久上升趋势的开端 他不相信后面会有狂暴大牛市 您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来看 尼古拉斯帕尼杰尔佐格鲁为首的摩根大通分析师 在周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比特币限价触及6万7500美元 与约43000美元的生产成本 及经波动性调整后 与黄金比较的价格 约53000美元 相比之下价格已经过高了 这些摩根大通分析师解释到 比特币价格与摩根大通经波动性调整 与黄金比较的价格之间的差异表明 均值回归零线附近 从而限制了比特币价格长期上涨的潜质 在周四的一刻 可能会变得更加坏 当我们来看社会的货币 未来或比特币资金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电证历史后一秒 我操黄金能源又要跌了 所以针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势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也有话说 他们认为说 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黄金比特币将有望 从川普的第二任期当中受益 当然摩根大通同样也分析 现在的美股是一个非常泡沫巨大的时候 可能未来是一个美股一泻千里 一直下行的一个趋势 你看 他不断畅端加密资产也畅端美国的股市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昨天的华尔街日报就有分析人士说 川普比拜登政府更能支持加密货币公司的发展 那么监管也会更加友善 所以潜在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 特别是央行 特别是中国央行 增加对于黄金和多元化投资的趋势 而且他们预测说 有可能中国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一点您认同吗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 有大咖爆料了 SEC在文件当中确认以太坊是商品 如果这是真的 这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利好 英国工党可能会不得国后船 把61245个比特币全部卖出 您别说我还真喜欢他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对于币圈最大的确定性的利好 就以太坊的现货ETF 什么时候能够上市正式开始交易 刚刚没给时间说今年夏天 也就是说7月或者8月都有可能 各路媒体各路大概预测7月7号落空了 7月13号落空了 7月16号也落空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预测的时间 就是明天7月23号 会不会通过呢 不包任何的期望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有哪些公司获批了 而且他们的费用到底是怎么算的 据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官网资讯显示 该平台已新增Wag Invasco Fidelity 21Shares Franklin Templeton 等5党以太坊现货ETF资讯 预计开放交易的时间就在7月23号 目前除了ProShares之外的 其他9党ETF费用均已披露 10党基金中有7党享有早期费用减免 贝莱德BlackRogue代号ETHA 费用为0.25% 富达Fidelity代号F8H 费用为0.25% 21Shares代号DETH 费用为0.21% Wag代号ETHV 费用为0.2% Greescale以太坊现货迷你ETF代号ETH 费用从下表的0.25% 再降至0.15% We're going to end up with is a model where around the world Investors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have access to first of all the major crypto currency and crypto assets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ways through exchanges through ETFs through individual wallets Secondly they'll have access to stablecoins on blockchains and then thirdly they'll have access eventually I think to decentralize financial services 好不到最后一刻 这个以太坊的现货ETF都有变数 所以至少这个芝加哥计券交易所 公布了所有要上架公司的费用细节 这算是多多少少吃了个定心碗 也就是说以太坊现货ETF 已经是建在闲上一定会来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到底以太坊是怎么定性的 到底是商品还是证券 这关乎以太坊未来的发展 那这个问题呢 ETF store的总裁叫Nate Jersey 最近他援引了一个律师的一个报告 揭示了SEC在批准以太坊现货ETF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定义和进展 也就是说SEC批准令中明确释放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 它认可以太坊更加倾向于被视为商品 而不是证券 那这个转变对以太坊意义就非常大了 它直接影响了以太坊 以及以太坊为代码基础的一系列代币的发展 那如果以太坊现货ETF通过之后 我们确实可以想象 索拉娜 狗狗币等一众加密资产 都可以打通和传统金融进场的途径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特币抛压 那经过14年的保守党的执政 英国政局迎来的巨变 工党终于重新掌权了 那新的财政大臣叫雷切尔里弗斯 他也星光上任了 所以外界对于英国手里 如何处理他们大量的比特币资产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大家知道呢 国家持有的比特币的动向 一直是备受市场的关注的 任何可疑的抛售行为 都会导致市场的恐慌 那么刚刚结束 就是德国政府在6月19号 把5万枚比特币 全部向市场抛售一空 被认为是比特币7月初 跌跌不休的主要原因 而身为持有比特币前三大的国家 英国最近也传出可能会出售的消息 根据加密情报平台 的数据 截至7月19号 英国政府只有约61245枚比特币 这些比特币的总价值超过40亿美元 这些资产大部分源于 对酒店工作人员 简文的洗钱案件中的扣押 随着工党政府的上台 如何管理和利用这些比特币资产 将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议题 现任彭博财经专家作家 梅林·萨默塞特韦伯撰文建议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雷切尔·李夫斯 应该出售英国没收的比特币 为英国的经济计划提供资金 这也意味着英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是坚守现有比特币资产以待时机 还是将其转化为资金 全力支持工党在经济适用房建设 与国家铁路系统升级上的红尾蓝图 面临着重大抉择 我劝英国卖的时候手还是慢一些 因为下周的比特币大会上 很有可能川普就会说 把比特币定为国家战略储备 那一旦美国先行了 他的盟国应该都会跟进 既然是战略储备 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要持有的资产 所以德国卖出的5万个 有可能需要更高的价格再重新接回来 除非他能在市场上重新再伐墨一批 所以德国政府很有可能在未来 会成为一个只看眼前利益 没有长眼谋划的一个 让人一笑大方的政府了 好 节目最后来看今天的OK快报 Fox Business记者Ellen Terat 与X发文表示 Musk私人飞机四小时前抵达田纳西州 并将自己头像改为激光眼 2024年比特币大会将在25号 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进行 市场猜测Musk或将出席 澳大利亚稳定币初创公司Stables 宣布与万事打卡合作 将其业务扩展到欧洲和英国 联合创始人Bernardo Belota表示 这表明了与美元挂钩的资产 进入主流的更广泛趋势 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MetaPenet ZX平台表示 已再次增持20.381枚比特币 价值约2亿日元 印度加密交易平台WordX ZX平台表示 交易已暂时停止 网络攻击盗窃事件 影响了其维持1比1资产抵押的能力 因此已暂时暂停交易 正在进行彻底的取证数据检查 和安全审计程序 并努力尽快实现体现 TLN链上USDT已授权发行量 已超越NIR和CELLO 升至USDT发行量区块链排名第五位 仅次于TLN 以太坊 Everlange和Solana Memberspace数据显示 昨天比特币网络交易手续费 为每字节四聪 中或高优先级也暂报每字节四聪 好 今天的鸡汤特别营养 你得把它喝完 大家知道最近几天比特币涨幅11% 到今天中午重新摸到68000美金上方了 所以破前高已经举目就看得见了 前几天焦虑的不行的朋友们 现在头部疼了 胸部闷了 人都二脉都已经通畅了 对吧 所以上涨治百病 所有疑难杂症现在都没了 大家要知道交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您在短线上面 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辗转反侧 隔五分钟就得看一下盘的那种病呢 所以交易啊 上涨不心跳 踏空不着急 止损不心疼 盈利不伸张 对于涨跌 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没有担忧就不会有烦恼 错了正常 输了也赔得起 赢了无他就是手熟而已 没有上帝眼 崩盘 无妙手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 在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给会员提供独家内容的同时 也搭建一个让大家可以进到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上升通道 我们希望带领所有的会员在这轮牛市当中 比特币越来越多一起慢慢变邮件